今天回到基隆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有贊助一個 Breaking的比賽 比賽呢 是文化很重要的一個素養 所以呢 一個好的文化一定要有好的比賽 那我們今天就來介紹一下 我們單速車 十種類型的比賽給大家 那第一種單速車類型的比賽叫做 野貓賽 相信大家應該有聽過 野貓賽這個比賽呢 在世界各大的城市都有舉辦 它算是一個比較地下類型 就我們講underground的一個比賽 它的主要內容就是像在模擬 我們快遞在送信的時候 看誰送的比較快 所以也是非常吃你對這個城市的了解 你平常知不知道哪些小巷是比較快的 哪些地方是比較好走的 這個比賽其實非常好 如果你在網路上搜尋一些影片的話 你可以看到一些片段 比賽的片段 可能是集體闖紅燈啊 或是被車撞啊 出一些車禍都有可能 這也就是我們在講的ADK 第一個介紹給大家的一個比賽 第二種比賽的類型呢 叫做Mini Drum 那它是由Reibu舉辦的一個比賽 它是在一個搭建的一個小圓圈的場面 去做一個追逐的感覺 那同一個比賽上面有兩台車 誰先追到誰 然後追到剩一秒的距離的時候 另外一方就贏了 就戲份我覺得 它是在所有類型的比賽 最可以凝聚大家的一種類型 那這個第二個賽事 它是跟我們這一次街舞比賽的感覺 的氛圍比較接近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旁邊可能有參賽者 然後他們也是有音樂 然後看一下其他比賽選手的狀況 然後自己比賽的狀況 這樣子 是一個很棒的賽事 YOU YOU 這是RM 它是這一次我們主辦的 大家好 我們是RM 台灣最強的超普通 認識蠻久的 十年 認識很久的 對 小時候就認識 在這邊 一直跟他練舞 然後他那時候就很練 超強 結果堅持到現在的關係 整個一方霸主 然後這次還蠻開心 就是自己在基隆 我們辦一個比賽 認識的刺激人 刺激人 要不要介紹一下這個比賽 這個比賽 最主要就是宣傳文化 對 那也是想要回饋基隆這個比賽 所以我們連比賽的報名 都沒有收 我們從基隆長大到平衡一下基隆 這一定有 這一定有 今天辛苦啦 他們沒有主辦這活動 這活動真的超棒 我剛剛裡面差不多是新年輕人 好 加油 帥 好 那今天就 這樣子吧 OK OK 那我們現在已經離開比賽會場了 第三種比賽的類型呢 我自己有參加過 叫做 硬地鐵馬球 那馬球這一個活動呢 原本是在馬上打 但是後來延伸出 用自行車來代替馬 比賽的內容大概就是3對3 然後拿一個馬球桿 然後去騎球 就是你跟車子的融合 因為你 畢竟你還要控制球桿嘛 然後把球射進門 要跟你隊友的搭配 所以我覺得 硬地鐵馬球 它算是一個 跟一般單車類型 比較不一樣的比賽 來 我們台灣也有人在推廣 新北跟高雄都有 那新北市在板橋 就是我們風格 DRIVE 上次有跟大家介紹過的地方 然後他們每週日跟北週三 都有打馬球這個活動 下次我們有機會再 帶大家就是去現場 體驗一下馬球的感覺 另外一種球類 跟自行車馬球不同喔 它叫做自行車球 它是二對二 就是你的手腳都不能離開 踏板跟把手 然後用車子去把球擠進 所以它是更需要技巧的 因為你光可能很平衡 你就要練幾個月了 然後還要練代球 還要練阻擋 你都只能用車子跟身體 所以我覺得它算是一個 非常不一樣的比賽 一般人如果要 就是要比應該也沒那麼簡單 因為你必須要做很長一段時間的練習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到網路上搜尋 它叫做自行車球 它是UCI認證的一個比賽 算是國進行的賽事 另外一個也是UCI舉辦的比賽 叫做花式單車 它這個比賽的內容就是 你必須要在五分鐘之內 然後做三十個動作 在單車上 如果你有看過相關類型的影片 你就知道它的動作 真的是非常的難 真的看起來非常爽 就是哇如果你喜歡玩招人 你看到這些招 你會發現我太廢了吧 這些人是怎麼辦到的 就是它可以站在把手上 然後可能做倒立啊 做一些很誇張很狂的動作 我覺得自行車在他們的身上 感覺就是他們身體的一部分 它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size 很久沒回來基隆了 大概一個月吧 其實偶爾回來下也是不錯的 因為基隆其實有很多很好吃的東西 我們現在就大家去吃一個 我覺得我吃過最好吃的鍋點 沒有吃的就是它 真的超好吃的 我很久沒回來吃了 我來基隆的話一定要來這邊吃 在慶安宮的旁邊 我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就是很好吃 你沒有吃過這間鍋貼 你都不能跟我說 你都不能跟我說 你吃過很好吃的鍋貼 因為我不相信 然後我們就回來去店裡吧 等一下我們店裡還有業績 對稍微趕一下 現在大概是六點半 OK我們回到店裡啦 那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介紹的比賽種類 叫做場地賽 那UCI舉辦的這個場地賽呢 它是最高電堂 我想所有的自行車選手 都會夢寐以求來參加這個比賽 那它這個比賽的類型 有非常多種玩法 它有爭先賽啊 計時賽啊 團體追逐賽啊 等等等 還有你們常聽見的競輪 也是其中的一個比賽項目 所以呢 如果你很喜歡那種追逐啊 繞圈那種熱血噴髒的比賽的話 我非常推薦你去看這一個 UCI舉辦的場地賽 世界最高電堂 它剛才有提到競輪這個賽事 它其實是源自於日本的一個賽事這樣子 然後它特別的地方是因為它可以博弈 就是你可以下注看是誰贏 所以我覺得它很特別 然後它的比賽的規則也是像繞圈一樣 就是聽說他們的平均時數可以到50 那最後一圈的時候 甚至可以超過70公里 真的是非常快喔 因為你可以賭 所以我想大家應該會更融入其中 就是欸 到底自己愛的選手有沒有贏這樣 那關於競輪NJS這個日本的文化 其實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東西可以說 但我們今天講的是比賽的類型 下次有機會我們一定會把這個東西再拿出來 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最後一個呢 如果說UCI是正規比賽的最高電堂 那我想這個就是非正規比賽的最高榮耀吧 它叫做REHOO 它這個比賽特別的地方 如果你有看過那個現場的直播 你就會發現就是 它的微覽跟觀眾只有一線資格 其實我們剛才講的嘛 有時候你在看一些賽事的時候 它比賽場地太大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好好的觀看 但是因為它會一直繞同一個圈 它好像 它需要完成24圈的比賽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同一個位置 你可以看到這個選手這樣子跑24圈 然後真正好玩的地方就是 參加這個比賽的人 他可能有一般的快遞選手 也有職業級的車手 所以就是一個大混鬥的意思 然後你能想像嗎 在這個小小的圈子裡面 小小的一個場地裡面 因為一場比賽同時要有300個人下去比 然後它的路又很窄 又沒有煞車 你可以預期的 大家會摔得滿殘 所以有人說它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比賽 但是哪個比賽不是危險的呢 我覺得瑞虎這個賽事是非常讓人期待的 街頭的最高電檔 好不好 OK那聽完我們今天 十大單速車類型的比賽之後 大家最想要參加哪一種類型的比賽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跟分享 好不好 那我們要準備業期囉 掰掰